食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吃什麼 今天香辣海鮮杯麵 為什麼吃香辣海鮮杯麵呢 這個香辣海鮮杯麵我們見得多就是吃香港的 但是我見到一個是韓國的 還要貴一倍價錢 現在韓風的雜貨 什麼都韓國的東西 而且因為韓國人真的很喜歡吃辣東西 所以他們的辣味杯麵越來越多人吃 因為真的很野味 而且辣真的很辣 無論是辣 湯麵 撈麵 都會得到很多人的喜歡 我對韓國的辣不是太過鍾情 因為沒有什麼深度 都是只有辣 很快一下 那你應該喜歡吃麻辣多 麻辣比較多 我也是喜歡麻辣多 如果比較上的辣 因為覺得韓國的辣 可能我們不吃辣 可能是 有些人很愛辣 越辣越好 那就喜歡吃辣 因為辣不是一種味道 大酸甜苦辣 辣是一種卓商 辣不是你的味蕾刺激你的腦部 是你的受創神經刺激你的老婆 所以那個不是 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味道 你這樣說好像我記得小時候 學過舌的擺位 即是這裡是鹹 這裡是甜 這裡是酸辣 是沒有擺位的 先說先 那個擺位其實是錯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擺位的 你呢 任何地方都有感受不同的味道 嗯 現在說到 即沒有擺位 那個擺位其實 一向我們都學錯 是啊 即是前面是甜 前面是甜 中間是兩邊 兩邊是酸 兩邊是酸 後邊是苦 後邊是苦 現在 我看很多都說 不是這樣的 根本沒有這件事 即是整條舌都應該是 整條舌 你每個地方都可以感受到 這麼多種的美國 但你有時 你現在就算去科學館那些 我記得我去過科學館 一個科學館 我忘記了哪裡了 有一條很大的舌 放在那裡 就不知道是日本還是新加坡 還是香港 總之那條舌上 都是這樣教的 但你上網找回那些 有些資料都說 其實是沒有分的 但辣的確實不是一種味道來的 辣是一種 輕微卓霜的感覺 所以你吃到最後 頂不上來 是很痛的 那種痛不是味道 那種痛就是痛 只是輕微的痛就是小辣 大的痛就是大辣 其實是一種 chemical reaction 令到你舌頭感覺 卓霜 是會卓霜你 所以辣不是一種味道 你不要甜酸苦辣 新東西 康復另一間街 唉 真的 太厲害了 好 看這個麵長不卓霜 太極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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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 這個 什麼 A的 卓霜杯麵 卓霜杯麵 這個卓霜杯麵 買一聞 嗯 海鮮味都很足 但一聞 又聞到我們常吃的海鮮味 是嗎 湯 湯是那種海鮮味 這個味道 是多一點點腥 比平時多一點點腥 試試看 嘩 嘩 流口水 那個味道很令到大家流口水 都辣 真的 海鮮味不是很濃 但有一種腥味 都有點海鮮感覺 湯 嘩 很鹹 嘩 像海水 這麼鹹 是啊 海水味 辣的海水味 這麼奇怪 有時候你煮蜆湯也是 蜆湯 那些蜆湯吐出鹹水 覺得鹹的鹹 不是鹹的 是吐出來的水 這個有點鹹 8分 這個海鮮吐海水味 令我感覺到它也好 嘩 這個才是我們吃開的 我的面質認得它 是朋友嗎 不理你什麼味道 杯麵也好 那些蛋都一樣 那顆蛋 應該是蒙麵吃 我覺得 這個是 反而沒有了那種味道 沒有辣味 不是 剛才A的 反而有我平時吃的海鮮味 是啊 難道我猜錯了 B這個 樣子像平時吃那個 但不是 B這個不是 樣子像 麵沒有什麼味道 那個湯不是很辣 鹹不鹹 有沒有海水的味道 沒有海水的味道 少少辣 B這個是什麼 韓國 B是韓國 那些年糕 對 那些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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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糕的辣 感覺是像我們去香港吃的辣醬 倒下去 但走了一隻酸 嗯 嗯 嗯 感覺是這樣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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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很多 你試一下味道 嗯 嗯 但聞下去B呢 是完全沒有辣味 B不行 不夠辣 A A是我們吃開的 還辣一點 還有海水味 但你不介意嘗試那隻海鮮味 那隻假的海鮮味的話 我覺得你還可以 嗯 貴一倍 價錢那麼多 韓國貴一倍 他們說 A 今天 便宜沒有好東西 蛤 A在韓國嗎 哎呀 你還說這麼多 你不認得 你的朋友的臉嗎 認得 但不是 那些味道 那些味道 不過不是 A真的 為什麼有海鮮味 我聞到是韓國的辣粉味 我又不覺得是海鮮味 那沒有了 真的 它的辣味應該是來自 因為它是放了一些 章魚的粉在裡面 可能它的腥味比較重 很腥 很重的腥味 但是它的辣粉 真的加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辣 有紅椒粉 蒜粉 黑椒 薑粉 還有Paprika 即是很辣的辣椒 就加了這麼多 但B呢 香港的只有辣椒片 B就沒有那麼辣 是呀 但A的辣是能接受到的 那一種辣 但A的辣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有腥味 海鮮腥味 很真 好像倒了一些鹹水 有沒有鹹水 有鹹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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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鹹水 為什麼有鹹水味這麼厲害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 是倒了蜆汁下去的香味 有時候我會自己煮一下蜆 因為蜆很容易煮 煮完之後就可以放在麵上 我覺得那個腥味很濃 是像有紫菜 很多紫菜的腥味 海鮮味很濃 但是那個辣可以接受到 因為我都很怕辣 但這個還可以 是啊 那貴一倍嗎 真的 好像還可以 但是不算是多少錢 那貴一倍 平時你吃的那個就是6元雞 但貴的那個要10元 但其實他10元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真的這麼貴 運到香港 因為那個飛機 或者假裝韓國東西 因為以前韓國食物是不貴的 你買韓國食物 大家還沒興興韓國的時候 那些食物通常都不是特別貴的食物 他應該是因為船貨過來 所以就貴一點 其實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鬼 是啊 我回到韓國 我來價可能還是5元 而且他很流行 像之前的餐肉一樣 他剛剛來會便宜 但是一耐了之後 他就馬上貴回來 就是多人吃了 對 可能這個已經是過氣久了 過氣久了 過氣久了 過氣久了才貴? 是啊 那我會有機的 不是 你還在耐火 哎呀 可惡 哎呀 可惡 豈有此理 你還沒有耐鬼 我還在耐火 還在耐火 我不想 好了 沒辦法了 貴的東西才好 你自己試試 我一般喜歡韓國的東西 我對於韓國的東西 我是覺得太過打針 太過打針是一段很快的 我喜歡這個文化 留長一點 所有美感 整個感覺 整個音樂文化也好 所有美文化也好 都不是這麼好 是穀得厲害 那一刻穀得這麼厲害 就未能令到我喜歡 好像飲食文化也是 他的東西當然好吃 當然人心雞 有些人說不是韓國人吃 也有很多有歷史的東西吃的 但大部分感覺上都不夠長 我一般 但是沒有耐火 真的被他贏了 還要贏日本 你需要知道 這個品牌 日本品牌 這個日本品牌 還要發明 對 發明背面 對 被他這樣贏了 唉呀 我也替他不值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